在这一次的编学编做WCA服务线上教学里面 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如何定义这个4Country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 4Country是WCA服务执行如果有发生错误 要通知优务端发生了错误的一些详细资讯 我们就必须要定这个4Country 但是我们在定这个4Country之前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简单的做法 那这个简单做法是我们连4Country都不用定 也可以看到错误讯息 那只是这个4Country如果定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错误讯息 那么详细的错误讯息可以协助程式设计师 快速的找到发生错误的原因 而且做好故障排除的动作 那错误讯息越详细 发掘跟处理掉这个错误 排除这个错误的时间就可以做得更快 OK 好所以如果我们谈一下说 到一些服务跟例外处理 到一些服务例外处理 如果说我们有做这个妥善的例外处理 就例外处理就是有做错误处理 错误处理如果做得越好 我们城市品质就越好 因为要找到城市执行发生错误 并加以排除 时间可以做得越短 最怕的是说那个错误讯息根本就不清楚 不清楚的话要找到这个错误错在什么地方 那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维护上也会花掉更多的金钱跟能力 那么引服务导向的系统呢 执行发生如果执行的时候如果发生例外 也就是发生错误 那最好要能够在分散式预算中 分散式预算环境中被不同平台的城市做正确的处理 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错误讯息可以传递到任何种类的用户端 那么如果说错误讯息要可以传到任何种类的用户端 那就表示说这个错误讯息最好可以做到那个 最好可以嵌入在 列嵌在这个送风包里面 那么只要用户端程式可以去解读这个送风包 一个标准的送风包 那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错误 可以看到正确的错误讯息 那对DOMCF服务来讲 资源的4Country可以用来定义 能够在分散式环境里面表示错误的例外形态 那意思就是这个例外形态的资讯 其实就是放在这个送风包里面 所以DOMCF执行发生错误的时候 DOMCF的RONTIME就会把4Country的内容 把这个例外资讯 这个就是例外资讯 转换成SOP风包里面的内容 那接下来各个平台都可以读 OK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做法 所以不会说今天我如果要判读这个例外资讯 我一定要是一个单列程式 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DOMCF需要把这个执行发生的错误 传送到用户端 那第一个呢 我们必须要开启一个传送错误给用户端程式的开关 这个要先开 这个如果不开 我们会没有办法看到详细的错误讯息 写好的这个程式 那我稍微做了一下处理 这是我在上一个阶段 上一次的线上教学里面做好的程式 但是我把那个设定改了一下 没有改程式嘛 我只有改设定 那等一下呢 同样的程式 我如果把它执行起来 我想去做查询 那你可以发现就看到一个错误 那这是因为我把那个 server 端 server 端的一些设定拿掉了 那现在我的用户端呢 要去呼叫DOMCF DOMCF要去查资料库 产生一些失败情形 那这个失败情形 你可以发现从这边 他看不到详细之外资讯 只有看到说由于内部错误 内部错误就是 DOMCF执行发生错误 可是错误的原因呢 完全看不到 就算你把这个详细这样的打开 看到的也是内部错误 伺服器无法处理要求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完全 那个摸不着头绪 所以如果说 要做故障排除也很麻烦 那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因为DOMCF服务 不会把这个详细的错误资讯 传到右端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你必须把这个DOMCF服务的设定档 找到service behavior这个段落 这个段落底下呢 有个service debugger标签 这个 debugger标签 有个叫include exception details in fault 意思就是 我的那个 这个程式 DOMCF服务 执行如果发生例外 这个例外的资讯 要把它包含在 sobform包里面 你要把这个属性变成处 未被处理的例外 才会被传递到 用户端程式 就是要找到这个service debugger标签 它是包含在 service behavior的段落里面 把include exception details in fault 的内容词改成处 那这样详细的错误信息 就会传到用户端 传到用户端 如果说用户端没有做任何处理 没关系 没有处理这个例外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错误讯息 OK 但是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开关 把这个开关改成处 把这个属性改成处 记得未来如果说wcf 开发完毕 你要部署这个wcf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开关再改回force 把这个属性的值再改回force 为什么改回force 因为它会跟我的这个wcf 执行的一些效率 还有传输的风暴的资料量 会有直接的关系 好 所以刚才你可以发现 我们的程式执行 如果发生错误 看到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内部错误 伺服器无法处理需求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说 我想看到讯息怎么办 想看到错误讯息 首先我就找到服务端 要记得不要改错了 服务端的wcf設定档打开 打开我们看到这个service behavior底下 有个service debug 设定 这是行为 把这个属性改得出 把这个属性改得出 等一下我们的用户端 就可以看到错误讯息 虽然我的server端也没有改 我就改这个设定而已 好 那因为server端执行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例外资讯预设就会传到 用户端 好 所以server端即使不做slope 不做抛出例外的处理 原例外执行原本发生例外 还是会丢到用户端 那这个改完之后呢 我就只有改这个设定而已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 刚才会发生错误的程式 我如果再执行起来 再按下这个查询 执行还是错误啊 但是现在抽讯息就非常的清楚 告诉你说什么原因 使用者是哪一个使用者 登录失败 好那因为我刚才只是把这个 资料库的那个登录账号把它拿掉了 好那让我们的程式执行所使用的这个身份 没办法登录资料库 所以引发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马上就抓到了 所以这个错误如果抓得越清楚 那程式设计师要排除这样的故障就越简单 好所以刚才我们的动作 只是把server端的某个设定打开 接下来错误信息就可以传到用户端 OK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传出错误的做法 好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要做更细节的错误处理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对他们先服来讲 它可以引发矩形别的例外跟不矩形别的例外 那当然我们的用户端也就可以处理矩形别 或是不矩形别的例外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说 什么叫做矩形别的例外 什么叫做不矩形别的例外 所以对他们先服服来讲 它可以利用for extension这个类别 然后这个类别引发不矩形别的例外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引发矩形别的例外 用的是for extension 但是写个脚挂号t 这个很像范形的处理 意思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形态 例外形态写在这个脚挂号里面 这个t就代表例外形态 意思就是我如果采用的是第二种做法 我就可以做到自定的例外形态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想自定例外形态 这个记得说 填在这个脚挂号里面的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一定要标示 这个类别一定要做成资料合约 因为这个类别的资讯要传到用户端 那根据上一次我们的讨论 就是那个类别的资讯如果要传到用户端 就要订好资料合约 比如说等一下我就要订好资料合约 只是刚才你可以发现我所做的动作 我没有订这个资料合约 我的用户端还是可以收到错误讯息 这个就是不具行别 所以刚才我只有把那个sever端的 那个抛出错误讯息的这个开关打开 用户端就收到错误讯息了 因为我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行为 我用的是不具行别的例外 我没有自定例外形态 想要自定例外形态的要用这个 那个巨型别的例外才能够处理 OK 好那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我想做处理 我就准备来订一个叫db session 那因为要带上这个data country 所以把data country写好 那我现在这个db session里面 我就填好sever name 因为我想表示的是一个资料库操作的错误 所以如果有错误 我希望这个错误讯息里面 可以包含伺服器的名称 资料库伺服器的名称 还有呢我是操作哪个table出现错误 我需要加上table name 好所以伺服器名称把它带在里面 资料表名称也带在里面 所以用户端程式如果可以看到这样的错误巨型 也算很完整了 OK 好那这是巨型别了 所以这样对巨型别跟不巨型别了解吗 不巨型别的例外形态处理就是 我的那个用户端程式跟WCA服务都没有定例外形态 巨型别的就是有自定例外形态 那当然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自定例外形态是代表我可以抛出更多的错误相关资讯到用户端的电脑 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不管WCA服务采用的是不巨型别的例外处理的技巧 还是巨型别的例外处理技巧 对用户端来讲处理呼叫WCA服务发生错误 就有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就是我的用户端只要处理这个想要处理错误 我就在把我就把呼叫WCA服务的程式包在trycatch的段落里面 好那用这个catch叙述去处理我的例外形态 它可能是不巨型别例外或是巨型别例外 通通都是写trycatch就对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说今天服务端 以WCA服务端来讲 服务端如果要引发不巨型别例外 这种场合私有场合就是 我的服务端只要把简单的错误讯息传到用户端 比如说简单的自创 自创形态的错误讯息传到用户端 就是有错误的原因而已 只要简单的错误讯息就不巨型别就好 所以假设这是我的服务端 服务端有get order details 好那今天做一些资料库操作如果有错 比如说我这边会catch SQL exception 假设我要操作的是SQL Server资料库 我就catch SQL exception 那么只要有错就留一个for exception 把我的错误讯息写在里面就传出去了 好那你可以发现这样虽然可以成功的把这个错误讯息传到用户端 所以刚才用户端还是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想处理的是不具行别例外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做呢 就是你看到你处理到一个错误之后 想把这个错误加工 加工之后再丢到用户端 比如说我们要隐藏一些敏感资讯之后 再把一些不那么机密的资讯传给用户端知道 你就可以做这个加工的处理 可是如果不做加工处理 就好像刚才我们做的那个示范一样 不做加工处理 那就是原例外资讯就要丢到用户端 OK 好那如果说用户端想处理不具行别的例外形态 那就是把呼叫WCF的动作包在窜区段里面 catch的就是for exception就好 就是for exception就好 所以就是不具行别的就for exception 好那没有那个缴括号 OK 那接下来得到这个for exception的物件之后 我们就透过它的reason 例外原因 code 就是那个错误代号 还有details 详细的例外资讯 OK 把这些秀出来给user看 这样就做好了 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我想 那个传出 详细的错误讯息 比如说 我如果说要使用这个for exception来表示 WCF引发的错误 好那我们就可以加上去 所以如果是不具行别的 我们是连这个都不用加了 不具行别就是 服务端如果说想引发不具行别的例外形态 给用户端则是知道 这个for exception是不用标示的 就不用标示 我根本不需要跟他讲说 我会传出什么例外形态给他知道 就是像刚才那样做就好 服务端引发例外 第一种是自己所有一个for exception 传自传的错误形态 第二种做法就是根本都没做 原例外资讯就会传到用户端 两种都可以 这两种做法都不需要在我们的服务的界面 在服务合约里面标示for exception 不用 所以他因为他不要自定形态 所以这个for exception是不用写的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想传出自定例外形态 传自定例外形态的话 我就在这个服务合约里面 提供给用户端呼叫的方法 加上for exception 指定这个方法执行如果有发生错误 他将会抛出什么形态例外 好比如说这边就写tie of db session 就是表示会抛出db session的例外形态 那这个db session 我们必须要把它定义成资料合约 因为他的资讯必须要透过受风包 然后传到用户端程式 好所以需要自定例外形态的 才需要加for exception 不需要自定例外形态的 连for exception都不用加 所以等一下我就先把这个做起来 做起来之后呢 顺便把这个db session 刚才里面的server name 跟table name要准备好 好所以接下来我就回到我的 那个project 好所以我先找到我的这个服务的规格 服务合约 加上for exception 因为我在查询定乱明细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错误 typeof typeof我的形态呢叫做db session db session ok好就把这个形态写好 好那当然如果说未来 各位写这个形态 typeof写这个形态要记得 它要写全名 全名就是包含名称空间 跟类别名称的全名 所以你可以写名称空间点类别名称 那为什么这边我只有写类别名称没有写名称空间 原因就是我这是一个部署到is的 部署到is的wcf服务的网站 ok 所以它里面没有netspace 所以写类别就好 有netspace就一定要写netspace 好那这个类别呢因为我还没有写 所以我就用这个visualstudio工具 请它帮我找一个db session的类别 然后它就会帮我加入 加好的db session的类别会顺便帮我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等一下要把它加上去 定义层data country 好所以就把它定义层data country 好那定义层data country之后呢如果说data country没办法辨识 就做个解析其他帮我捺netspace 好那里面我就要加两个变数 好第一个变数呢就是7Lab 好所以我希望说因为我是要提供资料铺操作的写信息 所以我希望知道说资料铺伺服器叫什么名字 好那除了资料铺伺服器要当作错误信息传到用户端以外 这样资料铺的伺服器 接下来操作的是哪个资料表 资料表我也想传出去 好这样我的db session就写好了 好那db session写好之后呢我的界面上已经标示了 哪一个方法执行如果发生错误 它将会引发自定的例外形态到用户端 OK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段 要服务宣告的内容 好那接下来我的server端如果说要引发巨型别的例外形态 刚才我看到说引发不巨型别的例外形态 就直接留一个forization传错误信息丢出去就好 但是如果说引发的是巨型别的 好那我们就要先建立一个我们的ecession形态的物件 把这个物件建好 建好之后呢把刚才我准备好的这个属性server name填好 那比如说我catch的是sql extension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ecession的es抓到server 也就是资料库457的名称填在这个server name 在我的table列要填什么 就是因为我操作的是orderdts 所以我的table列就填orderdts 然后接下来准备好这个dbsection的物件之后 接下来我就可以抛出这个例外 所以我就做一个forization 就是缴括号填dbsection 表示我要抛出dbsection这个自定的例外形态 好那例外形态的物件就存在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要new一个for reason 要new一个for reason 就是我的那个发生例外的详细原因 这个原因我就用cforization的message就好 ok好这样就填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就回到我的服务 好界面定好了关掉 关掉之后呢我的服务的程式把这边 好假设我要操作资料库嘛 这个整个操作资料库的程式嘛 就把它包起来 好按右键 选范围乘数式 那我就选try 就是表示要用try的结构把它包起来 好那等一下catch呢 因为我操作的是sqlsever 所以就catchsqlsection的例外形态 好但是因为我想抛出自定例外形态 所以接下来我就用dbsection 接一个dbsection的物件 好那接这个物件之后呢 接下来就把这个物件的server name 填成sqlsection的server 好那sqlsection的这边没有变色彩 我就对它做个解析 好那这个sqlsection物件的server server属性就是我所操作的资料库的名称 资料库伺服器的名称 那接下来我的table name呢 因为在我的例子里面 我的table name就是orderdts 所以就是orderdts ok好这样就写好了 好那因为我只有这两个属性 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我准备抛出一个for extension for extension 好那这个for extension也在这里 但是我要抛出自定例外形态 这样就选这个用假括号的 那我里面抛出的是db extension的形态 好把这个new一个加的for extension ok 那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准备好的for extension的物件 好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new一个for reason 好那这for reason 就详细的错误讯息 错误原因呢 错误原因我就用cqlsection的message 这样就好了 好这样我就建好 建置一下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 就代表我的server段做好了 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server端的这个 include ecession DTS infor 这个属性还是要是true 那必须是true 错误资讯才会传到用户端 好这样就写好了 好那server端如果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来做用户端 好那用户端如果说要处于这个例外 因为刚才我们加了那个 那个for country 在service country里面 所以用户端如果要处于这个例外 是不是首先必须要做更新服务参考 不要忘记了 那更新服务参考 那么等一下呢 我就可以在呼叫 比如说呼叫那个 服务端的功能的时候 写上true catch 好那catch呢 如果说要处理的是 自地形态例外 我的形态就是for section 但是要记得加讲话号 处理是db section ok 那达到这个 这个自地例外形态的这个物件之后 要记得 要透过dts属性才能抓到 我们自己的自地资讯 要多一层 所以这个我的物件是es 所以es.dts.servenname es.dts.tablename es.dts.tablename 好 那当然我可以顺便点这个reason ok 所以我们要利用 例外类别的物件的dts属性 取得巨型别的例外形态的物件 再透过这个物件的属性 取得另外相关资讯 好 所以自地形态例外 必须多一层来做处理 好 那我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我的servenname tablename 想办法整理 整理成我要的资讯之后 再一起呈现给user知道 这样就好了 好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我就回到用户端 好 用户端程式 比如说我的用户端程式在那边 第一个动作 我先做更新服务参考 不要忘记 只要有改合约 一定要更新服务参考 这样才能抓到最新的metadata 产生出对应的passing 好 那接下来就找到了程式 比如说呼叫服务端的功能 在这里 好 这个就是我呼叫服务端工的 好 那我就把这个呼叫服务端工的 一样 先把它mark起来 好 按右键 find尾程式 我要把它包try catch 包try catch 好 那我catch的是什么形态 forEssession 好 forEssession 缴挂号 但是forEssession 没有变色彩 对它做个解析 好 我的forEssession 里面 处理的就是dbEssession 形态 好 这个把它处理起来 OK 好 那处理起来之后呢 等一下如果说 准备错误讯息 就缺缺个字串 好 好 那这个字串呢 我先填的是7Lab 7Lab 7Lab 7Lab是当作第一个猜数 好 再来 TableLab TableLab 当作第二个猜数 好 它发生了什么错误 好 假设错误呢 是第三个猜数 这样子 好 这是我的整个 错误讯息的格式 要这样show 好 但是等一下我想抓谁呢 我想抓那个 7Lab 所以先抓到这个 forEssession 物件的dts.7Lab 这是第一个猜数 再来 点dts 的TableLab 这是第二个猜数 再来 reason 好 第三个猜数 好 这样就写好了 好 那写好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错误讯息 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呢 我就透过一个MeshBox 点show的方式 把整个准备好的错误讯息 show给使用者看 OK 就这样写好了 好 坚持一下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整个动作就写好了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用户端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来试试看看 我就把这个程式弄起来 好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自定例外形态 我想看一下 有没有秀出我自定的例外咨询 有看到吗 所以SERVENTNAP 一个点 就是我本机电脑的资料铺伺服器 TableNAP 是orderDTS 使用者是谁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错误讯息 好 所以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就看到一个自定的例外形态 我做一个自定例外形态 还是可以成功的从DOMCF服务端 传到用户端 当然如果说我从DOMCF的这个服务端 如果说我只想传基本的 也就是支撰形态的错误讯息到用户端 我们是连这个FordEssession都不用做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服务端的这个开关打开就好 这个EquipedFordEssession DTS in Fold 把这个属性改出 错误讯息就会自动传到用户端 就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错误讯息 好 那连定在SERVENTNAP 里面定FordEssession FordCountry都不用 但是这样的做法呢 只能传出很简单的错误讯息而已 如果说你要在抽续息里面 传出相当多的资讯 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 比如说是银行的一些取款存款的操作 那万一如果说今天取款的时候 存款余额不足 我如果要传出存款余额不足 这个抽续息以外 比如说我要包含打个账户存款余额不足 那余额不足是 不足多少金额 像这些额外资讯如果要一并传到用户端 就需要用到FordCountry搭配自低的例外形态 就需要用到FordCountry搭配自低的颜色 就需要用到FordCountry搭配自低的颜色